那相關的格式,如果說各位要找的話,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有一個儲存格內容 儲存格內容裡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那個制定 制定裡面有這麼多格式 其實就可以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Format Text裡面就可以了 這些格式都可以拿來用 那如果你不清楚哪些格式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要貨幣對不對 貨幣先點下去,比如說要整數好了 像這樣的格式你按制定之後 它就會跳出來了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格式化成這樣的格式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取用 然後把它放在Text Format裡面做格式化 這順便補充一下 好,那我們格式化之後結果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向下 不過我們要的不是這樣 我們要是如果當這邊有資料的時候 這邊才跳出它的這個編號 那怎麼做呢? 前面好像有講過 因為我們在前面的那個第一階段裡面 其實就有講過這部分 函數的應用 OK 這裡的話也是再把它剪下來 等號不要剪,直接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插入函數 這邊要做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這邊if 打一個if if if什麼呢? 如果 如果 這裡面 是不是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的話 那就帶出編號 反之的話 就不要有編號 OK 所以邏輯判斷的話 這邊 第一個用if 第二個要用什麼? 用isblank 所以第二次使用函數的話 請在前面這邊有個鍵頭點一下 其他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isblank 所以空白儲存格 就是說判斷這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話呢 那就回傳true 反之的話呢 就回傳false 就是 不是true 就是false OK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參考的是哪一個儲存格呢? 儲存格是b2儲存格 OK 那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 所以他回傳回來什麼呢? false 你們看到這邊 請你點下去之後 他得到資料 對不對 那會回傳告訴我 false 表示裡面有資料 那有資料的話呢 我們做什麼事?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們再按一個確定 因為這公式還沒有完 還沒有完嘛 我們再把儲標放在if上面 再插入函數一下 這個時候呢 isblank的公式 就會帶到logitest 就是我們邏輯判斷 那如果呢 這個邏輯判斷 是true的話 表示什麼? 裡面是空的 沒東西 對不對? 那就輸出什麼? 不要任何東西 那不要任何東西呢 在函數裡面 就是這樣判斷 這個就是所謂的空字串 有沒有? 前面講過 那反之的話呢 剛剛不是有剪下東西 對不對? 請你就把它貼回去 OK 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